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天王四松又门卫 性别男 炭治郎所属 虽然说话很直接 心地却十分善良 把炭治郎当成自己的弟子 武家木 性别男 善意所属 又名揪太郎 虽然因为无法沟通而饱受折腾 但却从未丢下善意不管 像石丸 性别男 医之助所属 虽然很优秀 但却被医之助当成食物 只要出现就会深处险境 五十零 性别女 香奈乎所属 私底下很担心 不擅长情绪表达的香奈乎 真 性别男 玄迷所属 似乎跟炭治郎的送鸭和不来 宽三郎 性别男 易勇所属 因为年纪很大 经常会向易勇传达错误的讯息 便 性别女 人所属 负责与炭治郎和性寿郎联系时的传令任务 要 性别男 性寿郎所属 明白死去主人的心意 默默地替炭治郎指引前往炼狱家的路 红丸 性别男 偏原所属 跟主人一样喜欢华丽 是宋鸭界的时尚达人 银子 性别女 石头所属 丽爱石头 与其他宋鸭相处不来 主人死后 与安慰他的炭治郎宋鸭又门为结婚 立 性别女 密黎所属 经常与密黎一起喝茶 喜欢吃甜食 西安 性别男 小巴内所属 无限城之战中 向小巴内传递了石头刀刃变红的消息 爽爱 性别男 石米所属 是第一时间报告无惨袭击主公宅邸的宋鸭 绝佳 性别男 悲鸣与所属 无限城之战中 一直向悲鸣与传达无限城中的战况变化